好 这真的是惊险瞬间 台南白河九重溪溪水暴涨 有五名游客受困溪床 锦销赶来 不过暴涨的溪水实在太湍急 于是想到让游客爬上后方的山坡 往上走就是线道 往里面啊 往上爬啊 终于游客听懂意思 也往上逃生 原来这是一群二十多岁的五个朋友 周六相约探访台南白河九重溪瀑布 不过下午下起暴雨 溪水暴涨 也造成这五位民众受困 台南市消防局一九情务中心 接获了报案 马上派遣14人前往抢救 不过毕竟这位置在深山溪谷 救难人员一路挺进 再下窃到一百公尺深的溪谷 将近一个小时左右 才在九重溪对岸发现到受困游客 幸好他们当时相对安全 先请他们往上爬 到了晚间六点多 救难人员也接触到了这五位受困民众 幸好大家没有受伤 仅想带着五名受困者脱困 完成这场救援任务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